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大选11月5日开始正式开票。 科技行业作为该国重要的市场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经济的关键, 加上人工智慧、AI在几乎所有领域的不断升级,科技政策将具有地缘意义。 因此,作为技术和未来战略的真正消费者, 美国选民应亲自评估川普和贺锦丽竞选团队的相关政策建议,这一点至关重要。 先看虚拟科技行业,近几年,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加密货币行业采取了执法监管的方式, 引发了数十起备受瞩目的诉讼。 一直以来,人们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 来确定哪些币构成以投资为目的的证券, 从而援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权, 哪些币属于商品,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 虽然川普和贺锦丽的竞选团队都表示支持新兴的加密货币行业, 但前者的支持力度更大。 例如,川普甚至承诺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 他的竞选团队现在也接受以比特币、以太币和其他主要加密货币计价的捐款。 这位前总统将比特币视为抵御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重要堡垒, 并明确将自己定位为支持加密货币的候选人。 在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Google和Meta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拜登政府随后加大了对亚马逊和苹果的反垄断诉讼力度, 并对Google提起了第二期诉讼,从而加剧了众所周知的热度。 为此,美国司法部最近在对Google的诉讼中取得了胜利, 首席法官认定这家搜索巨头构成垄断, 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包括拆分Google公司。 贺锡利政府很可能会继续保持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打击。 另一方面,川普则有所克制。 例如,在拆分Google的可能性问题上, 这位前总统承认他会做点什么, 但他回避将拆分这家搜索巨头作为可行的政策选择,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从中受益。 人工智慧AI被认为是贺锦利竞选团队的强项。 这位副总统非常支持人工智慧, 在去年的人工智慧安全峰会上, 他甚至称这项新兴技术是重大机遇。 贺锦利政府将很有可能 以拜登2023年发表的 以人工智慧为重点的行政命令为基础。 该行政命令规定, 在管理相关风险的同时利用这一新兴技术。 另一方面, 川普对拜登的行政命令颇有微词, 称这是将激进的左翼思想 强加于这项技术的发展。 相反, 川普竞选团队承诺, 只要之根于言论自由和人类繁荣, 就会支持与人工智慧相关的举措。 再看实体科技行业, 拜登政府根据通膨削减法案 对符合条件的电动汽车销售 实行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从而极大的刺激了美国电动汽车的销售。 贺锦利政府很可能会保持 这一非常支持电动汽车的立场。 另一方面, 川普已明确表示 他对电池动力汽车的蔑视。 除了是要放宽排放限制外, 这位前总统还承诺 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征收60%的关税, 并对所有其他进口产品 征收10%至20%的一般关税。 这一措施, 无疑将遏制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进入美国市场, 最终受益的可能是包括 特斯拉在内的美国汽车制造商。 总的来说, 美国电动汽车行业能否在川普上台后 安然渡过难关,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有趣的是, 马斯克最近成为川普的最大支持者之一, 他已经承诺 在川普执政期间 领导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 若川普上台, 马斯克的影响力很可能会在减少川普总统任期内 针对电动汽车的一些更公开的敌对措施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晶片与科学法案, 作为所有这些科技行业背后真正的基石, 也被视为拜登政府的标志性改革, 为确保美国晶片生产的逐步回流, 向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和美光等符合条件的企业 提供39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和补贴, 以及数百亿美元的贷款, 贺锦丽竞选团队不出所料的宣扬这一做法。 该法案还为晶片相关的研发活动 额外提供110亿美元。 如果晶片法案取得成功, 到2032年, 全球约28%的先进晶片供应将来自美国本土。 到目前为止, 美国晶片计划办公室CPO已宣布向20家公司 提供337.266亿美元的赠款和高达288亿美元的贷款。 然而, 有初步迹象表明, 川普上台后对晶片法案并不那么热心。 首先, 川普最近称该法案糟糕透顶。 此外, 美国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不久前被录音导, 如果共和党不受限制地控制国会, 川普赢得总统宝座, 他们很可能会试图撤销晶片法案。 当然, 众议院议长很快就收回了这些言论, 将自己的回答归咎于听错的问题。 不过, 这一插曲确实为这一政策措施能否长期存在, 提出了警示。 台积电在美国投资数百亿美元, 深受这些政策影响, 亚利桑那州厂是台积电与海外设立的首座先进制程12寸厂。 据调查,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仍采超大型晶圆厂, Megang5设计, 每座晶圆厂捷径式面积都是业界一般逻辑晶圆厂的两倍大。 第一场编定为Fab21P1, 已在今年9月投片踩4奈米制程, 首批客户为苹果。 至于亚利桑那州二场, 台积电内部编定为Fab21P2, 原规划导入3奈米, 考量4奈米订单爆满, 台积电决定维持先切入4奈米, 再是情况改机调整至3奈米。 当地三场则编定为Fab21P3。 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一场大厅, 已摆出整个厂区六个厂的模型图, 也就是除了目前已宣布的P1至P3, 也保留规划P4至P6的扩充准备。 根据台积电公布的资料, 亚利桑那州厂区占地约445公顷, 第一期工程原预订今年下半年量产4奈米制程, 但延至明年地一季量产, 第二期工程原预计2026年开始生产3奈米, 但已延至2028年, 两期工程总投资金额约400亿美元, 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 第三厂规划切入2奈米或埃米级的A16制程, 规划2030年量产。 日前传出, 台积电敲定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一座12寸厂, 于12月初举行完工典礼, 该厂区建置历时4年, 首批4奈米晶圆将产出, 是台积电海外生产先进制程首发, 开启台积电先进制程在海外生产新业。 由于完工典礼落在美国大选后, 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期许经营团队做好万全准备。 台积电11月1时, 正为举行亚利桑那州一场完工启用典礼密集准备, 虽然内部尚未敲定这次典礼的名称, 但从2022年12月6日以首批一台晋机为由举行盛大典礼, 一般预料这次将以首批晶圆正式产出作为庆典主题。 由于美国总统大选选情胶着, 再度问鼎白宫的川普扬言当选后将对台湾晶片业课程关税, 索性川普为鼓励美国制造, 提出将把制造业企业税率调降到15%, 仍给了台积电在美国设厂诱因。 据调查, 若川普胜选, 台积电可能顺势提出在美国扩建第四场, 甚至P5、P6场也一并提出, 给新任总统做足面子。 不过, 台积电目前对相关作业及一应措施三间其口不做任何评论。 总体来看, 川普竞选团队经常向对立阵营提出的指控, 他们承诺要撤销拜登和锦利政府在监管更广泛的科技领域时被指控的过渡监管。 而贺锦利竞选团队则认为, 川普的政策过于宽松, 几乎于迎合美国高管的利益。 这对于台积电后续在美国的业务开展, 还是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